还是老家的风景比较漂亮 刚刚下了一点雨 这个汕头都起雾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战 又见面了 现在我就是回到了我们老家了 因为今天就是吃了一场酒席 我一个堂哥 然后他们家建了一个新房子 桥迁新居 所以说是吧 回来就是吃个粘午饭 小九月这次没有跟我回来 因为的话我是直接跟他说 我是在外面工作的什么的 但是我悄悄我就回来了 如果让他知道是吧 我回老家了 不带着他去吃好吃的 他又有意见了 我不带他的话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很多次了 他一回到了我老家 就说一回到这个农村 他就开始无力取闹 然后的话就说 跟着我回来 比如说人家大喜日子 人家办这个是吧 桥迁新居 这个桥迁酒 他就会用这个理由 这个借口 就说来要挟我 让我的话 就说满足他的条件 我尝试过很多次了 以前的话就说 我亲戚他们结婚也是一样 他一跟着回来就没有好事 像我们农村 因为办酒期是这个样子的 比如说就是人家请我们吃饭什么的 如果说是在酒店办的话 就直接去镇上吃就行了 那个就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说是在村子里面办的 那我们基本上都是去帮忙的 一家的话呢 就说每家每户就是处两个人 有时候呢 就说是吧 是我爸我妈两个人去 他们就是说 难得要在厨房 就是切菜呀 煮菜呀 负责就是说摆桌子什么的呀 那女的呢 就是说负责要洗碗筷呀 要收拾这个桌子呀 要洗这个青菜呀什么的 所以说呢 以前我每次我都叫小学去 我说我爸妈年纪大一点了 对吧 我说我们去帮忙忙就行了 我呢在厨房里呢 是吧 就是跟着那些婶婶呀什么的 他一直都是不去的 他说呢 这不是他们家的事情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 与他们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说那行吧 每次任何的关系 我说你以后都不用去了 我们家的酒席呢 也不要你参加了 你呢 是吧 管好你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这次呢 没有跟着我回来 我感觉我一生轻松啊 这个酒席呢 是我吃的最满意的 只要他不在我身边 我觉得啊 哎呦 就整个人呀 这个心情啊都很愉悦 所以说这次回来的话呢 我本来想就是再住两天 但是的话呢 估计呢 也没办法 因为的话呢 还有点事情没有完成 其实呢 我还是挺愿意 就是说待在农村的 大家也看得到 我们这边呢 他就说是属于那种啊 山区嘛 有很多这个这个山啊 不过呢 这个山他是属于那种很漂亮的 然后呢 是间接一个的 不是那种什么小土坡 跟他呢 离婚呢 有就是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其实呢 这里呢 也不是他的家 他呢 我也不希望他回来 本来呢 是吧 没有多久 就是这个中秋节了嘛 到时呢 我们应该要回来 就是老家 就是过这个中秋节 我呢 我也不想带着他 因为的话呢 带着他 没好事的 他不管是在市里面 还是说就是在老家 什么事也不干的 他以前总是 就是要工嘛 我们家的果园呢 就是说啊 在那边啊 那个山上 他老是说是吧 给我们家做了多大的贡献 然后呢 是吧 给我们家就是拔了多少的草 给我们家付出了多少 其实呢 这个东西啊 说实话 做农活 每天呢 就说三天打鱼 两天睡完的 有时候呢 去那里拔拔草 拔个半个小时又跑了 然后呢 是吧 地里面也是一样 你叫他去送点菜什么的 去给这些是吧 果树啊 蔬菜啊 什么的 领点睡 他也是不愿意的 什么事情都是不愿意的 所以呢 现在还想着是吧 跟我重新开始 让我呢 是吧 接纳的 或是说 让我跟他就说结婚 我说永远不可能了 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哪怕你要耗着 那我就陪你耗着 对吧 你要就是说 过这个样子的日子 那我就陪你过 我呢 只要把我的事情安排好 到时候呢 我跟小青领了证什么的 我们结了婚了 我看你还有什么 脸面就说待在这里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等以后有钱一点了 我就把老家的房子到时候再弄好一点 回老家生活呢 其实 这个节奏呢 比市里面好 在市里面待久了 就感觉这个心情啊 太憋屈了 太压抑了 只要没有小约的地方 我都是开心的